林志穎日前開車自撞火燒車 被路人救起 目前大家都非常關注林志穎的狀況 二十五號林志穎的經紀人 及弟弟一同召開記者會 說明最新情況 好 針對志穎目前的狀況 他有逐漸好轉 他目前的意識是清楚的 也能夠進行簡單的對話 接下來在長庚醫療團隊的 專業評估下 將會進行手術 他很抱歉 這是手術的內容 因為礙於私人的因素 沒有辦法跟大家公開 後續志穎也會需要一些時間 進行修養跟復原 另外大家有提到 就是最近期新聞跟網路時間 討論到事發經過 眾說紛紜 但目前這個事情 其實只有志穎本人最清楚 然後我們也有嘗試 跟志穎溝通詢問過 但因為他的身體狀況 沒有辦法完整的拼湊 當時意外發生的經過 所以後續會等到志穎狀況好轉後 會再跟相關的單位進行說明 而弟弟也正在家人立場發出聲明 講述事發到現在的心路歷程 第一時間 二嫂接到熱心民眾打來的電話 也和先生聯繫上 但未能聯繫上至於 我們帶著忐忑的心情 隨著二嫂來到醫院後 我們一家人與志穎的好朋友們 才確定了這個令人難過的事實 看著這幾天二嫂不眠不休 堅強的守護著志穎 我們兄弟姐妹們 也都作為她的後盾 共同扶持與依靠 關於意外發生的經過 二嫂和我 有嘗試與志穎對話 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 但志穎目前的身體狀況 仍無法將發生的經過拼湊起來 我想要等到志穎身體狀況更好些 才能與相關單位進行說明了 也請社會大眾不要再繼續討論 或彩測事發的經過 同時請大家尊重傷者與家屬 網路上有許多不實的報導與意測 還請社會大眾與各位媒體朋友們 审慎過濾 這些不實的言論 只會造成志穎的太太和孩子 和家人們更多的痛苦與傷害 對我們來說 志穎和Jensen能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體 與社會大眾的關注 志穎與家人們都無意在浪費 更多的社會資源 針對這次的意外事件 這會是最後一次 公開與大家說明志穎的狀況 另外也請媒體朋友們 給我們一些空間 不再打擾醫院的運作 與家人的生活 讓志穎能安心平靜的復原 八大採訪柱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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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